画面上可以看到在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停机坪上 画有大汉航空标志的飞机左翼破了个大洞 现场还有几位工作人员冒着大雪要为机身除兵 这起撞击事故发生在台湾时间周二下午4点半左右 原定从北海道飞往首尔的大汉航空班机 准备移动起飞时疑似拖车打滑 导致航航欲停在旁边的国泰航空CX583班机碰撞 大汉航空的客机左翼与国泰客机的垂直尾翼都受损 所幸当时在大汉航空班机上的289位乘客与机组员都没受伤 也没有发生火灾或燃油外漏 这场撞击意外导致航班延误11小时 国泰航空安排另一架班机要在原定搭乘CX583班机的乘客返回香港 但因为座位不够 航空公司正在询问有没有旅客愿意延后登机 另外目前北海道大雪影响飞安 新千岁机场周二除了取消46架班机 还有一条跑道因此关闭 国泰的中转机也延到当地晚间9点半起飞 大汉航空也决定派遣中转航班 前往搭载受影响的乘客返回南汉仁川机场 至于撞击原因是什么 根据目前大汉航空罪行声明 疑似是日本航空子公司的一辆牵引车 导致飞机在雪地打滑才发生事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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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